ICP Book 2第九課的第三題 以下哪一個物件的加速度是最大 如果我們計算加速度的定義 我們有以下兩個方法 首先第一個情況 它說它是均速 如果是均速的話 即是A等於0 即是實無去份 加速度最大 第二 B的情況 它在一個半徑是50米 以均速率 這一條其實就是一個 圓周運動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用的公式 是V二次除R 所以這個是10的二次除50 所以加速度 是2ms負2 B Part那裏 C Part那裏 有一輛貨車 在五秒鐘裏面 由初頭是正子 去到這個 同學這個就是V-U除T 所以就是10-0除以5 見不見到? 初速是0,U是0 中速是10 用了5秒 所以加速度都是2 然後到D 又是圓周運動 而今次的周期是20秒 所以今次 我們就會用這個公式 Omega二次R 所以就是2π 除周期的2次 乘以50米 所以這個就是2π 除以周期是20 的2次乘以50 好了,那我們就按一下 所以就是2 2乘以π 計算出來 2次方 就除以400 除以400 乘以50 所以這個答案是4.93ms負2 那我們現在宏觀 因為A Part的加速度是0 B Part是2 C Part也是2 而這個是4.93 所以加速度最大的就是D OmOK 好